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明古年 旗开得胜 2022世界风水大会 古霸天下迎战巅峰 那预测本身呢 先从病毒来说 那西班牙大流感 是三年过后 突然间消失了 现在Omicron杀伤力大大减低 虽然传染力很高 但是我会认为 反而是好的事情 就是它会令全世界 更加快地达到群体免疫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坏的里面有好的现象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去感染上这个Omicron 不要误解 大家还是要防备疫情 还是要防备这个病毒 最好是不要感染上 但是感染总的来讲 它会令到整个世界的病毒 这个疫情慢慢的去向于缓和 这是好的现象 所以我已经说过 我曾经有说过 一月份就是这个月 是非常关键的月份 如果这个月 它是属于好坏两极化的 如果是坏的话呢 我们上半年的疫情呢 还依然存在 下半年才看到曙光 那如果这个月份 这个疫情真的是慢慢缓了它呢 那恭喜大家 世界有希望的 就是在上半年呢 这个疫情呢 就会快速的缓和了 它就有两种不同的能量 同时存在 但是还是要小心 其他问题的发生 好 下一个说了病毒 下一个 经济片 那虚拟战 因为接近火运了 火运到来了 所以会有更大的货币战争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去中心化的科技 就是虚拟科技 会跟中心化的政府 国家政府 会有一个很大的拉锯战在今年 因为火又克金 所以呢 传统的金融业 会去转型 转型呢 那我会认为 今年的虚拟货币 它可能来到最后的一个战役 怎么说呢 今年它可能会大起到历史性高 也有可能会大跌到历史性低 它是两极化了 两极化的能量 所以 但是 我认为 未来的这个虚拟货币的世界呢 它肯定是茁壮成长的 但是是需要经过一轮的大调整过后 以后就会茁壮成长 那今年呢 也会有一些国家呢 推出自己法定的数字货币 这是我认为的 好 下一个预测 今年会有大型的金融丑闻再次发生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 金融的能量呢 不是很好 经济呢 会回土 所以呢 会有大企业倒闭 甚至 火 科技公司代表火 对吗 火的能量 在还没有到2024年之前呢 尤其是大型的科技公司 这本身呢 在今年 极大可能 会被抵制 会被抵制 所以这个大家都需要去小心的 里面的细节呢 我就不要太多说了 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判断点的 好 下一个预测 再看 就大家都比较担心的 通膨危机 跟经济调整 从地母经看得到 也说了 今年很多东西都会贵的 经济会调整的 那也看得到 六处尽召凶 可能我们的财富呢 会一夜之间没有掉了 可能是经济大调整的一个现象 那从榴梦霸池里面也看得到 雾土 热主本身 我自己本身呢 就会给这个很强的木去刻这个我自己本身这个土 那代表我没有能力去赚这个钱 去领到这个钱 其中里面呢 也代表今年所有东西呢 越来越贵 所以会有经济调整通膨危机 我曾经在去年说过 经济已经泡沫化 大家要小心 但是当然去年还没有发生 反而一直起到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但是我觉得危机真正的形成了 今年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认为 如果今年不发生经济调整的话呢 在明年 就是2024年之前 也会有经济的一次性大调整 所以这两年 大家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今年里面呢 就是8月7日到9月6日的这个时间 大凶的月份 大家更加更加要小心 好下张图 就是供应链失调 资源短缺 粮食危机 好 这个也是地母经有提到一点的 然后呢 我再用其他的方法去对应 果然在今年呢 非常大可能 也因为极端天灾 因为种种的问题呢 天灾人祸 种种的问题呢 造成龙根龙作物 大幅度减少 而且整个供应链呢 就会失调 资源短缺 更严重的 今年会有某一些国家 会有粮食危机 尤其是在内陆地区的国家 更加要注意 好下一个预测 那今年从我的种种预测盘看到呢 今年会有一些毒气 或者是这个辐射 总之是这些不好的气体 或者是这个辐射 或者是集体中毒的现象出现 就是会有毒 今年会有毒的现象 所以呢 我奉劝大家 如果你本身是住在比较靠近这些 有辐射的这些工厂啊 或是会有毒气排出的这些地方啊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今年会有这种能量出现 好下一个 大爆炸 今年呢 是全阳的年 全阳的年 代表非常大 非常热的能量 会在今年酝酿 尤其是在六月份 05月 六月份 更加要小心 因为这个大爆炸的能量 或者是多处大爆炸的能量呢 会特别的强 好 尤其 特别小心什么呢 是南方的国家 要特别去留意 好 下一个 能源危机 这个也因为接近九运了 所以世界能源呢 会短缺 会短缺 能源危机呢 已经开始酝酿而成了 所以 全球在今年呢 我相信 也经过预测盘的看 里面的判断 会有多个区域呢 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停电 或者是能源 抢夺战 就是大家发现到 原来能源对于我们世界是那么重要的 会在今年呢 突然间会发现这个重要性 那大家就去部署 去抢这个能源 所以今年会有这种能量 好 下一个 恐怖袭击 又回来了 那 今年的气善能量 特别的强 尤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什么区域呢 西方的国家 我重申了 西方的国家 特别特别 要注意 在八字跟其他的盘 看到了以来 看到这个判断点呢 西方国家 今年极有可能 会有大型的恐怖袭击 而且这个袭击呢 是跟建筑物 或者房子有关系的 这是我从挂项里面看出来的 那也跟这个泥土有关系 就是这样呢 它有可能是在泥土下面爆炸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地下铁 所以特别留意就好了 可能会有一些地下铁的 一些恐怖分子的 一些袭击案 或者是有关系到 这个建筑物的 这方面的袭击案 尤其是西方国家 更加要小心留意 好 下一个 美中冷战 我会认为呢 中国跟美国本身呢 已经酝酿了 好几年的一个冲突 对峙 我认为呢 在今年呢 因为气煞太过重了 这两个大国呢 他们的竞争斗争呢 会开始白热化 而升级 而进入到冷战时期 这冷战时期呢 就好像当年美国跟苏联的对立 就是资本跟共产主义的一个对立 所以这个冷战时期呢 也会令到很多国家加入战围 就是大国间呢都在去抢 就是去拉拢很多的小国成为自己的联盟 在今年呢这个能量会特别的强 好下一个 那国际领袖遇害 这个呢因为涉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方便讲什么国家 但是今年呢会有一些世界性很重要的国际领袖 会遇害或者死亡 好下一个 战争纷乱 那也因为气煞心非常的重 尤其刚才已经说了 西方国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个战乱呢跟资源抢夺 能源抢夺 跟钱财抢夺 跟领土争夺 都非常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所以今年战乱能量呢是特别的强 尤其是在西方 好下一个 这个是在预测盘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我认为今年会有世界级女领袖的冒起 是大国的哦 是很有这个号召力的世界级的女领袖会冒起来 那当然至于什么国家呢 我也是不方便讲哦 因为涉及到一些政治的问题 好下一个就是天灾了 今年由于木的能量很强 木刻土 土被翻开 所以今年也武皇入宗 武皇也是土 所以今年呢我会认为地牛大翻身 会有历史性的大地震 可能死伤会有蛮严重的 甚至会引发海啸 当然这个地牛大翻身呢 也包括火山的爆发 就是会迎来很大的伤亡的 好在今年 所以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火山附近居住的朋友 你们就要小心了好在今年就是这样子 或是在这个地震的地带的朋友 地震活跃地带的朋友 你们特别小心 我认为今年会有地牛大翻身 好再看下一个 大水患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今年霸制的人水特别的多 当然也加上其他的判断点呢 我认为今年 大水患的能量还没有过去 还是会有 直到明年呢才会有好转 所以尤其是今年年尾 11月到明年2月份 更加要小心 好下一个 反常气候现象 这个呢 也是今年会更频繁的发生 种种奇奇怪怪的气候现象呢 在今年会很频密的发生 很频密的发生 尤其是在内陆地区 好听好哦 内陆地区 来下一个 好这是最后一个预测 就是我要重复多一次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留意 跟小心 这个大凶的月份 就是8月7日到9月6日 这个月份呢 武皇重新回到自己的宫位 世界天克地充 天克地醒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月份呢 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事情 会发生 大家一定要去留意 好 那节目呢 在今天其实也很不舍的 也来到了尾声了 我总结一下 今天的大会 其实大家不难发现 以往的任赢年 任赢年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三年困难时期 在1962年结束 经过了三年时间 也比如说 当时的第二次不我战争 也是在1899年到1902年 也是三年多的时间 就结束了 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 在1839年爆发 1842年结束 也是大概三年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1840年爆发 1842年就结束了 也是大概三年的时间 所以有那么多三年的这个巧合吗 大家可以思考 包括当时 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 也是在大约三年时间 突然间消失了 那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今年就是 新冠疫情 试念全球的第三年 这个就是重点 新冠疫情 从2019年年 从2019年年尾开始 直到2020年 立春过后 执念全世界 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了 所以 我经过所有不同的判断 所有种种的判断 我会得到一个结论 我会认为 疫情 会在今年年末 正式成为 地方性流行病 我已经说过了 病毒是不会消失的 新冠病毒是不会消失的 它只会与我们人类 共处共存 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 所以 我会期盼 在今年年尾呢 病毒正式与全人类 共处共存 我们全人类呢 能够回到以往 2019年的时候 正常的一个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在明年 2023年的 鬼卯年 它就是一个精致 代表精致的节气 而这个精致节气呢 代表万物茁壮成长 所以我会觉得 在明年 明年一春开始呢 疫情 会有一个新的气象 我将它称为 疫后新气象 正式会在明年启动 那今年呢 相对的 还是会比较弱 但是比较弱 不代表没有希望 今年是充满希望的 所以我要好好把握 通常在危机里面呢 才会有上机跟转机 在现在 大家都不懂得 疫情会去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大家可能还没有上这个预测大会 他们还没有第一时间知道 原来这个疫情呢 会在今年就变成这个地方性有形病 那如果在线的你们 你们懂得的话呢 就不要浪费时间 就第一时间去筹备 现在就立刻开始去筹备 我相信今年呢 你们会达到更大的成果 那往后 我相信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呢 我们就会到不同的国家 去做巡回的演讲 那今年本身呢 也是五黄入中宫 五黄入中宫 那整个地盘 整个后天八卦的盘呢 跟今年仁英年的流年式兵盘呢 它也是重叠了 也代表着凶器只会更凶 好的就只会更好 所以我在去年已经说了 今年是一个两极化的世界 那我会相信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好 我所做的一些预测 因为这些预测本身呢 其实当你分享出去 给你身边的人呢 你能够帮助到他们 未雨绸缪 安然度过今年 而且能够做更好的策略 去迎对2022仁英年 那其实今年的仁英太岁 太岁将军 本身赫二大将军 也是非常有善心的 有善心的 所以我觉得今年要以善去主导 刚才我所说的很多的直年卦 很多的易经的卦 很多的卦 在很多的卦 在今年的卦里面呢 都在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叫我们坚守正道 要行善 我觉得人类如果要度过未来更多的劫难的话 那一定要秉持善念 付出于更大的行动 帮助别人 帮助保护全球的自然生态 这才是我们人类以后能够看到希望的唯一的一个步骤 没有第二个 水火积极挂的领悟是什么呢 全人类不要再从局内或局外去看事情 我们应该要从中间这个中庸平衡的角度去分析一个事情 这才是人类的大智慧 当有一天你真正的领悟了过后呢 也许一切也不再重要 告诉大家 自作 自作本身呢 就是一把双面刃 它可以帮助到你 也可以害到你 所以我们人类 要把自作放下 放下过后呢 一切才会海阔天空 还是那一句 秉持善念 对人事物都要保持善心 对所有东西都要坚持正道 坚守正念 这样世界才会有希望 才会重回正悔 那全人类呢 才会在未来的日子呢 避开更大的灾难 好 最后呢 我就引用我在小时候 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 那就是 心中的富有 才是真正的富有 我祝福大家 2022年 仁营年 旗开得胜 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再见 祝福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